粉絲姊妹,大家好 恭喜大家 2020年終於過去了 現在已經是2021年了 新年進步,天主護佑 2020年真的使得我們有很多無限的唏噓 很多不太開心的事情 不只是香港,不只是哪個地方 是全世界 2021年是否會好一點呢? 看上來我們大概有些理由會覺得好一點 因為疫苗正在來 可以說疫情進入一個比較緩和的 有希望的階段 但是正情又如何呢? 我們的心情又如何呢? 似乎都不太看到有很大的希望 不過在記憶圖裡面 我們說新的一年一定是新年進步的 一定是天主護佑的 我們有希望的理由 我們有喜樂的原因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基督徒看時間 不是一種輪迴的循環不適 好像秋去冬來 不是的 我們是直線的 意思是我們向著一個目標進發 我們一個圓滿,一個完成 不是一點,不是哪一天 而是那一位 我們去到天主裡面 天主就是我們仰望 投靠的那一位 所以我想起有一個祝福的討文 非常好 是教會很傳統 來自舊約的時候 已經是一直用的 到教會 今天也有用的 就是戶籍幾天六章 二十四到二十六節 我用這句說話 和大家可以再進一步分享一下 我和大家讀一次 願上主祝福你,保護你 願上主的慈顏光照你 仁慈待你 願上主轉面誰顧你 賜給你平安 各位兄弟姐妹 不要聽到 每一句說話 重複的 上主 上主 因為他才是我們整個人生的目標 整個人類歷史的中向 過了一年 表示我們越來越親近他 是不是? 今天是一月一日 在教會中 大家都知道 一月一日是甚麼之日 就是天主之母節 所以天主在我們邁向 整個人類邁向他 和他最後結合的時候 在這個時間 在歷史的進程中 他為我們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他挑選一位的同精女馬利亞 然後遮住他 降生成人 來到我們的人間 於是我們慶祝天主之母 其實是再一次慶祝聖誕節 為甚麼? 因為天主之母就是聖誕節後的第八日 八日慶祈 所以是不斷的慶祝 慶祝甚麼? 天主來到我們中間 那個人的姊妹 沒錯 過一年 或者未來 不知道 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社會 可能都會面對種種挑戰 困難 但是 讓我們不要忘記 事少記得 天主來到我們中間 天主做人 人間 多苦難都好 都可以有希望 都可以有力量 是嗎? 因為天主跟我們一起 天主之母節 就是慶祝這一份 慶祝 天主成為人 來到我們中間 那怎樣? 我們大家是兄弟姊妹 我們有一個父 所以這個家庭 不只是我 這個家庭 有同血統的家庭意義 而是怎樣? 整個人類 整個環語 都是一個家庭 都是天父裏的家庭 所以走向天主的歷史過程 不只是我們 求天主降福我們 不是啊 我們是兄弟姊妹 每一個人是兄弟姊妹 我們有責任 不要只問 有什麼不開心的時候 天主在哪裡? 不要只問 我為我的兄弟姊妹在哪裡? 不要只問 天主為何不做事? 都問我 我自己 我又為兄弟姊妹 做了什麼? 新的一年 讓我們承擔這份責任 承擔這份使命 懷著盼望 因為天主已經來到我們中間 這份就是我們最大的希望 最大的喜樂 我們再一次聽這個祝福 在這個祝福之下 真是體會上主和我們同行 走向2021年 走向更多更多的每一年 不用怕 不用怕 天主和我們在一起 願上主祝福你 保護你 願上主的慈顏光照你 仁慈待你 願上主轉面誰顧你 賜給你平安 各位姐妹 願主和你們同在 願全能的天主 聖父聖子聖神 降福你們 好 2021年 天主護佑 大家一齊 在上主裡面 進步 喜樂 戰行 天主保佑大家 拜拜